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盼望哪里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息冷不然能够躲去 在敵人的面前你为我摆下演习 这是我的圣地悬崖 星星看见流奈云迷之地 星星跟随云珠火珠带领 帅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 在巨人面前的神有的神 盼望哪里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息冷不然能够躲去 在敵人的面前你为我摆下演习 这是我的圣地悬崖 我要的神的神悬崖 应许祝福将领导 我要的神的神悬崖 荣耀恩典将领导 我要的神的神悬崖 应许祝福将领导 我要的神的神悬崖 荣耀恩典将领导 我要的神的神呼喊 耶稣你为我斩战 我要的神的神呼喊 忧愁惧怕都逃跑 我要的神的神呼喊 耶稣你为我斩战 我要的神的神呼喊 忧愁惧怕都逃跑 我要高唱 Hallelujah 天天赞美天天唱 我要高唱 Hallelujah 我要唱 盼望能力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平安 希勒 无人能够躲去 平安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上演习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能力 能力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平安 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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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能够躲去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上演习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是我的神的宣告 是我的神的宣告 你为我摆上演习 上个星期谢谢你们的教会 让我们用这个地方 真的很感恩 也是我们 我叫做新路历程 新路历程是一个新的事工 大家问我 牧师为什么你 退休了 还不要退休 好像还要做 其实不是我 若是你问我的话 我很想退下来 好好休息 可是这个人 我认为我生来 就是要服侍神的 我不是要来这里 好像过日子 混日子 不要用这次混日子 因为我 一认识上帝之后 我就知道 原来上帝早已经捐选了我 来做他的工作 所以当我服侍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所谓退休 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个字 说 我毕业了 我从我另外一个教会毕业了 退出圣公会 原本我就是 神召会的 我知道你们的背景是神召会背景 后来是成为独立教会 所以我是神召会 十年的节目 传道尾 然后才去了圣公会 一去就是去座谈 十年就可记得 在那边上帝把我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然后就一下子在圣公会里面 就我没有被吊来吊去 因为每一次我去的地方 我就生根 就叫很难才把我拔出来 他只能够拔我一次 真的拔我一次 就是从一顺难拔我出来之后 然后就放我去正光台 在这光台就走到最久 十八十九年 所以圣人恩代 这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 我还是走一句话 我们是来 荣耀这位上帝 Amen 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荣耀祂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同工 我会说 我每次 我是来到正光台 在这个福建华 我说香港四年的 广东话是比较棒一点 我的广东话是比我的话语还好 但是呢 去了正光台没办法 广东话公拿谁都老得一行 所以就 顶行上就学了福建华 学了福建华之后 我刚刚就跟这种姊妹 所以就用福建华交流 所以我就学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说我们要共要什么 不能爱荣耀祥的 但是我们都唱了 你看我唱的歌 你看我们的歌里面 都带着很伟大的信息 可以看一下吗 我们的弟兄 我知道他专心在看别的东西 在那边 sorry 我怪错了 在这边 看刚才的歌词 你们唱的歌 前面那首歌 真的是表达了今天的信息 有没有 耶稣 这个双手当然了 双手我们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这位双手 真的是双手 在建议所有的东西 你所看到的 你所拥有的 都是他在做 当时很可惜 我们唱归唱 可是我们还是 不认为的 所以有时候 有些传道们说 我们在唱片 共大为 我们在骗自己 我们唱是唱 可是做出来是另外一个意思 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 口不对心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 不要说我们讲一套做一套 挂羊筒 挂羊头 卖什么 哎呀你都厉害过我了 该卖狗肉 所以你看耶稣能死下眼 你真的相信耶稣能死下眼看见吗 今天有一个下眼的进来 你敢相信吗 一个耳朵听不到的人 从小就下眼 或者从小是听不见的 你相信上去可以遇着吗 你相信 相信啊 可是真的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你敢为他祷告吗 你看到吗 所以 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还是里面 不懂上帝要不要做 或者上帝要不要用我来帮他 明白吗 很多疑问的 我们都是很多疑问 虽然说相信 知道 听过很多见证 但是来到事实的时候 我们好像打折扣了 对吗 对吗 所以怎样才能够 说服自己说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 甚至神没有医治我 我还是相信 这一点就不用了 对不对 很多人就 哎呀上帝为什么 你医治别人 不医治我 我还躺着走 我们真的相信的话 上帝会医治你 只不过时机还没有到 阿们 你就不应该在那边着急 吹上帝 不用 因为你知道上帝一定会医治你 只不过还没有时间 时间还没有到 等一下子 你的心就不一样了 你看到没有 所以从你的表现 你的心情 你就知道你到底真的信吗 还是假的信 明白吧 所以这个是要经过考验的 所以每一个人 不要经过考验才知道你真的相信 等到你躺在一页的时候 对面的 你才知道 你躺在那边 医生来跟你开刀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 就表现出你的心情是什么 这样子 OK 这个要操练了 你不可以 讲讲讲讲 到时候你真的面对的时候 你就是要 要显出你心情的多少 达到什么地步 所以讲到说 我相信得完 为什么呢 甚至你今天带一个下眼的 我相信 我绝对相信 因为我看过 因为我经历过 因为我曾经也是受过 所以我就知道 虽然现在上帝可能在我面前没有做 不得理我上帝不能够做 Amen 所以你过去的经历 神真的可以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Hallelujah 所以今天你所看的圣经里面的话语 都是曾经耶稣做过的 只不过今天你还没有看见 对吗 你还没有看过 有人走过水面上 可是耶稣曾经走过水面上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你读的圣经 或是福音书里面 耶稣所行的神经 都是可能的 只不过你还没有看见 这个时候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本圣经 是明明告诉你 我曾经做过 Amen 所以圣经西伯来书说 耶稣做日 今日 直到永远 都不改变 所以今天若是需要的话 我相信神也会把水变成酒 Amen 可是没有需要 你去到对面那个 Novina就有了 还叫我水变酒这什么呢 对不对 明白吗 我是说有需要的话 上帝都能够做 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看不到神迹是很多因素在里面 不是上帝不要做 不需要 而且呢 神迹不等于说 你看了神迹 你一定会相信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很多 看过神迹的人 还是跌倒 还是离开神 明白吗 神迹只是给我们知道 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他不等于是帮助了你 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救助 是要看的 是看你个人的操练 对吗 若是你不要信的话 你也是可以不信的 我在你面前 把一个人能够走路 你都会有你自己解释的方法 哎呀 假的 哎呀 牧师跟那个人 你明白吗 你可以解释很多方式来把它解掉 因为你不信 一个信的人 你不用做什么 他都会信 一个不信的人 你做一大堆都没有用 耶稣的时代有没有做很多事情 又 最后还是一样给他们打死 对吗 耶稣还是给他们活活的打死 因为这么荣耀的主 在他们当中 犧了这么多神迹 他们还把他打死 你看到吗 今天的时代 一样的我告诉你 没有两样 所以不要好奇 也不要觉得只有神迹 我今天讲神迹 不是说我要标榜神迹 我是告诉你 从这个方式 你可以更认识神 但是最后是看你个人 怎样去操练你每一天的生活 然后更加亲近神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很恐 我每次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我会恐惧战争 为什么 不是 第七章 读到登山宝训 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 不然今天耶稣对门徒他们说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到哪里 有很多人来说 主啊 主啊 叫我主啊 主说我不知认识 那些人说什么 主啊 我为你传福音 我为你 然后义病赶鬼 我为你做很多很多东西 主还是说我不认识你 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主说我不认识你 你还奉主的名可以义病赶鬼 还可以做很多 主说我不认识你 这句话你要记住 凡夫失神 为什么主说我不认识你 恐怕登牧师做了四十年的牧师 主说我不认识你 你懂吗 可能我今天要打发热心 创造你的 心路历程 然后把他带领 主说我不认识你 追根究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主没有叫你做 明白吗 主没有叫你做 你跑去做 所以我会问的 我说对不起啊主啊 你要考虑你做 好 就好 不要考虑 明白吗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 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问 到底主有没有叫我做 然后你要问一下你的动机在哪里 你做这些东西做什么 所以我会问的 我说对不起啊主啊 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我做 我是很理性的人 教会一大堆 你看你们的教堂多漂亮 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 有一个一对夫妇把你们建立到今天 我来到你的教会 我的口水有了 真的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教会 哇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教会 在单独性 我每次来单独性都没有看到这个教会 一进来我告诉你 跟我的真光堂比 哇 这个天一个地 他老苦 然后上个礼拜能够用你们的地方 我还要给给应该是给祖金凯 感谢主啊 你们怎么说 我不等要怎么样叫你给钱 后来我们还是说不可以 不可以 你知道我知道这个建筑是 你们花很多心思很多钱去建立的 最少给你们第二倍 我以为给的不太少 原来我给多了 我心里是要给的 可是 上帝还比我更厉害 他叫了一个人来说 给双倍 我给多了 他也给双倍 最后你的长老拿了 哇 我本来叫你免费的 为什么你 就是因为那个 别的教会的姐妹 听到我说 哎呀 真的这个 复兴堂的长老 真的很有爱心 让我们免费的用 在这一次 第一次 他也不知道我们是第一次 这个 Easter Sun 也是复活间 来做主的工 做满人 我会发出去不到一天 满 还有很多人不可以来 我后悔没有用那个180的 我后悔了 牧师说 他说对不起 已经定了 没有办法 哇塞 太迟了 所以下一次 5月1号 我跟他讲 我定你的180个位置 所以主内教姐妹 我们的神真伟大 Amen 很多东西我告诉你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他在做 表面上弟兄姐妹看到 哎呀 这牧师在带领 我跟他们说 不是 我只是站在那边 我是什么 销售员 Salesman 我来卖我的主耶稣 Sorry 免费的 我只是把他介绍 是他在做 Amen 他在感动 他在带领 我告诉你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都很难去解析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太过超自然的 Amen 所以我真的希望 我是借座 刚好 赖牧师说 明年 你可以再来吗 这么好 OK 有 我先定好了 他说 就排了 不是六次 是七次 他排了七次给我 我就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说七次 你就讲七个神迹 我就跟他说 哎呀 好 刚好 有七个罐头可以开的 其实我不是要开罐头 我真的是很 很看重这七个神迹 因为这七个神迹 就是建立我们 对神的认识的一个根基 所以我就跟Amen 是说 我就用这七个神迹 帮助金正水妹 一步一步的 对神的认识 这就是我的目的 不是因为我有罐头开 我不会改干表德 我的奖章里面 上一杯每一次都是更新的 所以感恩 在今天讲第二个神迹 才进入第二个 还有五个 好来 接下来 本来在牧师说 肯金节还有我讲 后来我说 哎呀 肯金节讲 你搞得不大对劲 你问我还是有办法把它变成肯金节的信息 富裕性的信息 都可以啦 因为我们是老将 可以这边转 可以那边转 最后还是好像配合这样 但是最后我觉得 不大适合肯金节应该是讲父母 这样跟亲情 这个是讲神 神迹 上帝的周围 很难去 所以他就把我改一下 很好 谢谢你 把我改一下这个礼拜后 所以主内讲解明 我的目的呢 今天 就是希望 大家一起来探讨 从耶稣所行的这七个神经 来更认识 这就是耶翰 使徒耶翰写着福音书的目的 OK 我上次来过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这个福音书的要节 the key verse 就在耶翰福音第二十章 三十三经节 对吗 你去看一下 他那边说什么 我记载这些事 若是我要记 耶稣所做 记不完了 他说我记载这些事 就是什么事 就是这七个神经 包括耶稣的意思是这样 七个神经 然后你说 不是牧师第八个呢 第八个是二十章里面 耶稣再带彼得去打鱼 那个是耶稣复活后的第八个 也不是第八个神经 那个是复活后 耶稣要把彼得拉回来 他就行了那个神经给彼得看 然后就要教导彼得牧养我的羊 记得羊是属于神的 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羊是神的 所以当耶稣跟彼得说 你爱我吗 不是爱我的妈 你爱我吗 然后耶稣说 喂羊我的羊 所以记得 羊是属于耶稣的 我只是供人 Amen 但是我们还是叫牧师 所以有时候叫我们牧师 我有一点怕 我们怎么代替耶稣这牧师 牧者 所以责任重大 牧养神的羊 不简单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 敬一生 一起来成长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Amen 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呢 福音书自好大臣之子 我们有什么随机的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随 讲不完 一篇道里面可以讲几次的 我告诉你 但是今天要讲的这个 自好大臣之子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整个过程 来看第一节 所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加拿是什么地方 就是上次加拿的婚宴 有没有 那个婚宴是我上次不是讲吗 耶稣把水变酒 所以水变酒有什么重要呢 又不是没有喝酒就会死 跟命都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耶稣还行这种神经 对我来说是 无关痛凉 最好的是酒鬼 跟开心 这个耶稣行酒 行水变酒 你看到没有 不是啦 耶稣水变酒 是当时候他在加拿的婚宴 我记得吧 他是 上帝是看重家庭的 Amen 所以在婚宴里他行第一个神经 你就会从那个第一个神经里面看 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你就会明白上帝的心 原来上帝很看重 我们的家庭 夫妻生活 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长辈 特别是有些新一代的这些基督徒 误解上的意思是说 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要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 非常好 不得 父母离开 你以为把父母抛掉 这是上帝讲的 误解了神经 上帝不是叫你离开的时候 丢掉你的父母 是叫你们要自立 不要直接靠父母 你要自立做自己的事情 让父母 悠哉闲哉的 无忧无虑的 已经把你养大了 你还要靠父 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不可以 不孝顺 你知道不孝顺的后果是什么吗 短命 很严重 你去看 结命的第五节 短命 所以我叫我的孩子 你不孝顺 我告诉你 开玩笑 我是给你长命 我叫你孝顺 给我一个月三百块 五百块 你不给 你短命 OK 你看 就是他从前水变酒的地方 下去 OK 他说 当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大臣 这个是一个官 来到 他的儿子在加百龙 老远的地方 宽顶 老远的地方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家里 你就来见他 见了他就求他 可见这些人听到 哇 耶稣医病 耶稣赶病 耶稣有能力 这个爸爸 他爱自己的儿子 老远的去找耶稣 希望耶稣能跟他一起回家 但是他家很远 他还是希望耶稣去 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你看到没有 求 他怎么样都要求耶稣 麻烦你 多少钱都可以 多少麻烦都可以 请你到我家 摸一摸我的儿子 让他的医生 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 没得医了 没得救 OK 来 耶稣就对他说 你看 耶稣很直接的 耶稣知道他来 他的信心到什么地步 你看耶稣说什么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总是不行 你看到 当时候的人 耶稣就直接讲了 其实他是帮助这个大臣 若是没有看见神迹 你还是不行 你还是要逼我去摸你的儿子 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对上帝的看见 的认识是不对 很多时候都是错觉 你太过小看耶稣 这个时候他说 耶稣你不来摸他 他不会好 你看到没有 你一定要来摸摸走一下 很多时候我告诉你 我们做牧师 我跟那些这样子说 我的上帝道 无所不在的 若是你的女儿在英国 我怎么飞去英国 给她祷告呢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还是会有 牧师麻烦你了 过来摸一摸都好 摸一摸也是好 对牧师太有信心了 牧师一摸就会好 但是那种不是信心 对神不是信心 他是对牧师的摸 明白吗 难道我不摸他 上帝不会依他吗 明白吗 明白吗 我告诉你 我不用摸 我常常教的 我不需要去摸 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 要教导我们的功课 你不用逼耶稣 一定要出现在你面前 摸一摸你的头再会好 明白吗 你走在路上 你的心里面想 你还没有到教堂 你就好了 你知道吗 可以吗 可以 上帝不需要你的方法 上帝根本 不需要任何的方式 所以 主弟弟兄姐妹 不要去谁 一些牧师怎样祷告才有能力 哈喽 明白吗 有些时候你看到 哇 牧师很胖 哇 他祷告 他手拉起来 像摇的 哇 很胖 每次都祷告摇摇 摇 不需要 就这样子 明白吗 没有方法 没有方法 没有方式 上帝不需要这些方式 上帝什么都可以的 Amen 若是万一今天 上帝感动我说 东伯师 你现在要叫这位姐妹 她的身体很不舒服 叫她拿那罐水喝一下 喝了她就会好 我可能会照做的 姐妹姐妹 上帝感动我 叫你拿那罐水喝喝喝喝 她一喝就真的好了 你懂 这样以后啊 惨了 复兴堂啊 每个人都要喝水 你看到吗 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一个老姐妹 一环姐 一顺堂人 二十多年前 有一天她订到 连爬上去 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痛到啊 连要走路都不可以走 但是她就跟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那时候刚刚信说 你可以带我去教会吗 我要去见牧师 不是见牧师 因为今天是圣餐 圣餐 我要去教会 领圣餐 她这样心里这样心 她跟她儿子讲话 她说 No 她笑顺了 妈妈不要去啦 牧师也了解 上帝也会明白 不许 她讲得对啊 没有错啊 上帝要遇你 当时 当场你可以遇 但是这个老人家 就是那个心里面 我一定要去教会 那时候领圣餐 就向里面留下 可以做四五百个 很大的教堂 讲简单一点 没有还要讲下去 她一来到教堂 痛到死 道都听不懂 听不进去 一到圣餐 她就 我们是每个道 走到前面跪的 她一到前面 跪下来 很勉强 我就给圣诚 一给到她的手 她立刻 立刻当场 站起来 完全了 阿们 这是真实 我的上帝太伟大了 阿们 不是我 她说 若是个 不看见 神记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那大神说 先生求你乘坐我的 你看 上帝 上帝很 上帝会迟到的 孩子还没有死的 就下去 你看看到 好像上帝比他 好像没有什么表 当时候真的没有 老来 还没有送给上帝 我不要死 下去 快一点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你看到吗 耶稣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你看到 耶稣不要给他错误 耶稣改变他的观点 耶稣说 好 既然你求我 不用去 耶稣不用去 回去吧 叫他回去 你没有跟他讲 你的儿子 OK 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 他说 必定活 相不相信你的事 去吧 回吧 OK 那人感恩 那人 心 这一点就是他 得到的地方 OK 因为他说 那本心 你看到没有 他原本的心 耶稣聊下去 摸他一下 时间 很紧迫 他说 No 回去吧 感恩 所以主耶稣这里面 这里的秘诀就是 你要听神的话 不是你的话 不是你吩咐神 Amen 圣上帝叫你做什么 你就跟他做 就对了 你不要给他 给他一大堆意见 明白吗 摸摸头 摇摇手 不用 只要上面说 走 回家 你就看到了 Amen 不用去想太多 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这个信心 就已经被你 把上帝的祝福拿了 Hallelujah 接下来就是后果了 结果了 来 正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他正推家的时候 在路途当中 他的仆人 赶着来见他 你看 迎见他 说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活了 Amen 他都还没有到家 你知道吗 Hallelujah 你看到没有 他还在走路 还在大巴士 还在做MRT 对不起 他回家 半路 这个仆人跑来 赶着要给他一个好消息 叫半路 见到他 一见到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 什么时候活的呢 看 看下去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呢 他们说 昨日 可见他已经走了一天的路 Amen 你想想看 一天的路 这个人我看他想很多东西 这一天的路 搞这么多 这种 又返回 去我的宅 你懂 到一家都没有休息 你懂 一天 一天 二十四小时 你以为好过啊 心悠悠 你懂 对不对 可见这个人真的信他 就是 走到 昨日未时 熟就退了 热就退了 Amen 然后他再问 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的 你儿子活了的事 你看 当时候耶稣说 回去 你的儿子 那一句话一出去 立刻在老远的地方 他的儿子的烧就退了 哈利路亚 所以主人 不需要耶稣在摸你 他的话就够了 Amen 他自己和全家就什么 都行 为什么 这就是见证 对吗 不是巧合 不是刚好他的孩子要好了 耶稣又讲那句话这么准 明白吗 是真的是耶稣的人力 把他的儿子救过来的 所以这就是神迹 所以神迹是什么 就是当你看到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你不能不说这是神做的 Amen 因为你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在做什么 不可能是巧合的 今天所以主内讲解 千万不要用一句话说 幸运 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是没有幸运这个字的 没有幸运这个字 明白吗 要是你走在路上看到五十块 哎呦我幸运啊 不是幸运 是上帝可以叫人丢给你的 明白吗 若是你不见了五十块 也不要说Unlucky 因为有人需要五十块 上帝让你丢五十块 你跟说感谢主 真的真的我告诉你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Amen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为你的喜乐 Hallelujah 这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 他不会觉得 发生什么事情的 当然有些东西是真的是 不容易面对的 那一来到你的家人的时候 当上要把你的亲爱的人拿走的时候 我告诉你那个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我在最近的报纸 我刚刚才听到一个消息 花莲的牧师 一个老牧师 服侍神这么多年 一天之内 就是一个火车的 车火 他失去了他的儿子 还失去了两个孙 二十多孙 你说怎么去受 你换成是他 你可以证明什么 你还可以感谢神 不容易 讲出来是很难的 除非 你真的认识神 你知道神不会做错 明白吗 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 让这个事情发生 而且你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 是在天上 你就不会满意的事 OK 真的不用你 当然我不希望这些灾难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求神灵明 有些事情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神比我们更爱他们 我高兴 明白吗 难道上帝要把你最爱的拿走吗 他不爱他们 不对 上帝爱他 比你更爱他 只不过是上帝知道 他们将会面对什么 可能他们要面对的 比这个更糟的事情 你不知道 总有一天 当你见到主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原来是上帝爱他们 在把他们拿走 真的 你不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神 我只是假设 OK 在我的生命中 我也是失去过 那本书 给来牧师的 新王爱 那本书 你们要的话 我可以放在这里 可以给大家 第二天可以拿去读 我曾经也是失去了 我的第一个师母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师母 是我的第二个师母 上帝送给我们 讲老实话 有一天我可以跟你分享 上帝怎么把他送过来 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神拿去神给我们 我们很清楚 神不会做错 真的 所以我们写的 那本书写的时候 是写 永不放弃心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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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怕 神对我们的心心 是绝对的一种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 我们要带领所有的人信主 除非你知道 这位行神祭的神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而且你要活出来 让他们看见 你真的相信 感谢主 这个大臣至少 他相信主的话 最后他得到了 成为了今天的经文 圣经里面的第二个神经 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这个故事 且带给很多很多基督徒 很多的教导 Amen 所以希望你跟我一样学习 好 相信神 这个表达什么呢 一个重点 上帝是超越空间的 Amen 上次那个是水变就是什么 不管你是淡如水的生命 只要交在神的手中 他能够把他变成最好的 Expo主 就是说不管你是怎样的人 只要你交在神的手中 他能够把你变成一个 非常丰盛的人 这就是耶稣说我给你生命 并且给你公共丰盛 对不对 现在这个神经讲什么 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角落 什么地方 上帝一样可以到 明白吗 你不要说我现在祷告我的儿子在英国 不要担心 只要你祷告英国的孩子 也一样得益子 这就是神告诉你 空间是在上帝的手中 Amen 我们知道吗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今天再一次的享受你的话语的真理 使我们更明白你做事的方法 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空间不能够控制 甚至时间更不能够控制 因为你就是掌管你做万物的神 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 但愿求主帮助 有信心相信你的话 知道你所说的话 绝对是有能力的 使我们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处 我们一样能够得到你的意志 你的帮助 更重要的就是主啊 我们每天要与你同行 我们要认识你 要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 谢谢你 我们把这个教会 弟兄姐妹 所有聆听你的话语的人 甚至在这个网络上 来贴你的信心 都得到你话语的滋润 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 我们把一切无药归给你 我们将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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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室安昨前 用心灵城市寻求你 阿们 亲爱的天赋 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 你的一同在 在我生命 在我生命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需要你 你花月如甘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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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月如甘蕾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 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puts 满 conclus 归荣耀给你 祝你 你的心 them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话语如肝铃 每一刻我需要你 神灵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让我生命淡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救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洗出来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让我生命淡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救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洗出来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愿我生命淡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救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洗出来你的心 每一天都更爱你 每一刻我 需要更多爱你 每一刻我 感谢神今天无论是敬拜信息 都带给我们非常的感动 还有有力 我们真的要有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把一切都交托给他 好 那我们接下来 一样是要僵侍报告 那今天看一看 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 今天的僵侍报告 等一下呢还是有课 休息一下 我们要赶快再回来这里上课 然后呢 我们4月25日有一个讲座 4月25日有一个讲座 老师已经给我这个题目了 因为PPT还没有出来 那天呢也是一样崇拜完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开始 开始我们的讲座 然后老师又问我说 那我除了PPT我不可以 有没有白板来讲解 我说那当然可以 这是类似一门的 好像神学的课程这样子 让我们可以更去了解 基督教信仰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 我们华人的文化与传统 然后呢 再来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报告就是 我们5月9号有洗礼哦 洗礼哦 我们黄文堂有三个人要洗礼 一个就是我们的阿宝弟兄 然后Angel还有Angel的妈妈 我们会在5月9号是11点半 在英文堂崇拜的时间 所以当天5月9号当天就是母亲节那一天 我们一样黄文堂有崇拜 崇拜完之后呢 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留下来祝福跟观礼 会就是到楼下去 如果楼下超过100个人 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个转播 转播你们可以仍然留在这里 然后看他们受洗 跟就是有这个 然后洗礼课程在4月22日 也就是下下就是下礼拜我们读经 礼拜四早上我们有个读经 读经完了之后呢 去吃个午餐回来 我们有余生姐会为我们上这个洗礼课程 那如果你已经受过洗 但是你觉得你还想继续上课的话 你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课程 4月22日下午大概就是一点这样子 12点多一点 然后我们仍然接受洗礼的报名 如果我们这当中还有人还没有洗礼的 我们还是可以接受 然后要回来上这个课就是了 就一个下午就上一次一个下午 然后让我们了解洗礼真正的意义 还有一个呢 我没有打在PPT 我用这边宣布 5月29号星期六 5月29号星期六我们有一个郊游 早上7点半 很早喔 但是呢 很对不起这个是比较适合呢 脚力啦 脚力好的 虽然你像我 我虽然是 现在六十回 但是我刚刚我还是很有 脚很有力啦 我就可以去 我们要去爬山了 新加坡虽然没有山啦 但是就是践行这样 它可能会有一些 坡度啦 所以说你一定要体力可以的 这样子跟着上的 然后7点半很早 我们就去走 走了之后我们就去午餐 这是在5月29号星期六 所以需要排班的人呢 要注意啊 5月29是星期六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聚会就到这里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 我们真的在一生的年日 都在神你的手中 主啊 我们唯有信靠你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的心便有喜乐 也便有平安 主啊 你说我们愿意亲近你的时候 你就来亲近我们 主啊 感谢你赐给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 能够成为你的子民 拣选我们 也成为你的孩子 主啊 我们相信你爱我们 你必要陪我们经历一生 我们所要走的路 主啊 谢谢你 求你与我们同行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 与众弟兄姐妹 永永远远同在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我们平安上会